假设A向量是1-1,B向量是-23,C向量是3-5,4-5,是求A向量的长度,B向量的长度,以及C向量的长度 好,A向量是1-1,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指甲三角形来算长度 好,A向量的长度呢,就会等于指甲三角形的两个骨边的平方和再开根号 所以刚好就是我们的X分量的平方,加上Y分量的平方 所以这样加起来之后就会等于根号2 再来B向量的长度呢,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计算了 B向量的长度就等于B向量的X分量-2的平方 加上Y分量3的平方 好,所以4加上9,所以是根号13 再来C向量的长度 好,X分量呢是5分之3 加上5分之4的Y分量 好,那我们来计算吧 两个的分母呢都是5,5的平方25 好,前面这边3的平方是9 再来4的平方是16 所以9加16呢刚好是25,25和25约分 所以等于根号1 所以呢我们C向量的长度呢会等于1 那么就是说C向量 它是一个单位向量 就先计算一下 我们下来4分之4 再来4分之4 这边2分之4 再来4分之4 大概2分之4 大概4分之4 对3分之4 Brothers